VBS让你搞懂唱歌正式 大家好,我是我们的李坤老师 大家有想我吗?我们好久没有见咯 那今天又是由我给大家带来你们最喜欢的QA环节 QA环节顾名思义嘛 就是同学们把你们的歌唱问题用音档的形式寄过来 然后再赋予文字的描述 就有机会被我们老师抽中来解答你的疑问哦 那今天的幸运观众是谁呢? 是一位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的391同学 他说老师好,上次看到李坤老师的教学影片觉得很专业 OK,谢谢同学 他说刚好最近唱歌一直遇到瓶颈 想请问老师更多的唱歌方面的问题 OK,没问题哦 以前我唱歌声音太虚不够扎实 现在改为用正音唱歌 正音是什么?先往后看 他说但是呢常常遇到高音吉卡越高音越大声 缺乏美感的问题 想要知道如何改善 而且拥有正确的练习方向 OK,我们念完同学的信件呢 我们再回过去看那个正音哦 我想同学应该想说是真音吧 因为你看真音啊 跟后面遇到的高音吉卡越高音越大声 好像就很合理了 对不对 很多同学也想说 从虚的声音改变到真音的话 就是越唱越高 就想越来越真越来越强嘛 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说想象当中我好像知道同学遇到什么问题了 那我们一起来赶紧听听看吧 这歌词哦 这歌词是九把刀写的 他写的词都 有一种遗憾在里面 比如说那些年大家都听过 这歌词是九把刀写的 天亮了 你睡了 在身边 偷偷的 终一朵 盛开一百万次的美梦 梦中我 想不起来 爱上 你的初衷 你用脚趾调皮 点心我 不错 我安静你啰嗦 我重茂你爱狗 我们见没有一见钟情的借口 一杯咖啡过后 留下心动的线索 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头 还蛮有阴仰顿错的啊 这个同学 想和你一起撑伞 漫步于衷 默默牵手走过 哦来了 你却将三 抛在风中拥抱 愈何我 我们完全不同 却难以抗拒 说谎都很聪明 爱情你需要的证据 矛盾却美丽 你就是你 我才能是我 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 OK我们就听到这边 好那音档听完了 我觉得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就特别是主歌的部分 我听到的同学 那个情绪很饱满 有音色的计划 有音量的计划 然后这样的主歌 我觉得听起来才不会觉得无聊 当然如果说我们想要更好的话 也可以去对比原唱 把音准和节奏 再卡得更准一些 当然我是鸡蛋里面挑骨头 如果说我要觉得比较明显的问题的话 就是在副歌的部分了 我确实有听到同学 在信件当中描述到的问题 高音越唱越挤 越唱就想要越大声 没关系 让李坤老师来告诉你 应该怎么办吧 首先我听完同学的音档 以及文字描述之后 我猜你一定是想像 原唱于晨庆老师一样 唱得比较扎实 并且游刃有余 对吗 那原唱于晨庆老师的副歌 这种音色怎么来的呢 其实在演唱这首歌的高音部分 它常常会使用 堵死再拉开的模式来演唱 什么是堵死再拉 就是我们的假勺机和空气先堵死 像这样 然后再用缓甲机发力 拉伸声带的模式 把声带拉开 像这样 这样子哦 那在这样子模式下发出来的声音 听起来就比较扎实 别有力 对不对 而同学在演唱的过程当中 这个堵死再拉开的模式 你没有做得很稳定 那你的堵的力气 会随着音高的变高 而不断的堆叠上去 就像是这样 像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堵死再拉的唱法呢 在我们把假勺机挤压稳定了之后 让音高变得更高的重点 其实是在 缓甲机拉伸上面 而不是假勺机的本身哦 就像这样子 在这个拉伸上面 那么唱起来呢 就会像是 想和你一起撑三 满步于衷 默默牵手走过 OK 那现在理清了同学的问题之后呢 我们现在开始教学的部分咯 我们来讲一讲 到底怎么样才算是 把堵死再拉做好了呢 好 我们把这个模式呢 分成三步 手把手教同学来练好哦 那第一步 当然就是我们的堵死嘛 什么跟什么堵死呢 就是我们的空气和假勺机啊 假勺机挤压 把我们的空气堵死 那之前呢 我们在讲空气和假勺机 平衡的时候 我们说过 空气呢 要过得去假勺机 那个阻挡 但现在我们的参与人员 还是不变 空气和假勺机 唯一变的呢 就是现在空气过不去了嘛 那就像这样 被堵死了 那坐对的同学呢 我们保持这个状态久一点点 感受一下呢 自己Cosmunae的感觉 整个人好像被卡住了那样 就像这样 非静止画面哦 再来一次 OK 那第二步呢 就是练习我们堵死的 不同的力道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轻轻的堵死 和重重的堵死呢 都是堵死嘛 那么像这样哦 轻轻的堵死 或者说重重的堵死 对吧 他都是堵死嘛 那么行为上没有区别 但是力道上呢 我们可以尝试 大概呢 分成三个不同程度的力道 好不好 一个是轻轻的 然后中等的 还有是重重的 就像这样 轻轻的 好中等的哦 然后重重的 其实是可以操作出 不同的力道的堵死 对不对 那有同学就要问了 那老师呢 那我练这个干嘛 有什么用呢 问得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步啦 那第三步呢 就是选定我们堵死的力道 再拉伸 那重点来咯 同学 我们想要获得一个稳定的扎实的声音呢 需要让我们的假勺机挤压 稳定在一个堵死的力度上面 那让自己进入到卡住的状态 就那个 这个状态里面 那不能够在发出声音之前的 0.0几秒钟 改变我们那个堵死的程度 例如 如果说你想要增加那个堵死的程度 0.0几秒之间 像这样 就会变成这样 如果说你想在0.0几秒的那一瞬间 松懈掉那个选定的堵死程度 就会变成这样 而如果说保持住你那个选定的堵死的力道 然后呢 再拉伸的话 就会变成正确的样子 像这样 很神奇有没有 那其实原理很简单 就是我们想要发出一个扎实且轻松的高音 空气 缓甲 甲勺 三个力道 其实都是缺一不可的 那在堵死再拉这个模式里面 帮同学把你最容易不稳定的 甲勺机挤压的力道给稳定住 那自然就会让另外的发声运动变稳定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就选定一个甲勺堵死的力道 来通过堵死再拉的方式演唱一下吧 为了让同学呢 先不要被咬自所影响 然后呢 把注意力放在稳定的堵死再拉上面呢 我们先带一个 二字进旋律来练习看看 就像是这个样子 一字进旋律来练习看看 一字进旋律来练习看看 好 如果说单一的字已经可以做到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咬字加进来咯 那唱起来就像是这样 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 说谎都很透明 爱情里需要的证据 矛盾却美丽 你就是你 我才能是我 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 好 如果说练到这边呢 同学你还是会觉得 我唱的高音呢 还是会被咬字影响 我的口腔还是容易变窄 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以尝试用一个笨笨的动作 来进行演唱 像这样 本来是 呃呃呃呃 变成是 呃呃呃呃 笨笨的 像是这样 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 说谎都很透明 爱情里需要的证据 矛盾却美丽 你就是你 我才能失望 我才能失望 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 那同学千万要注意哦 整个练习呢 我们的重点都不要太放在音色上面 那全程独死在拉拉的唱法呢 可能听起来呢 就会觉得比较没有感情 哎 这是正常的哦 主要呢 我们要关注的是 送气跟猴内稳定挡气的体感 先找到有效率的高音发力 实际人要去表演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在适当的地方去改变自己的音色的哦 好那今天的QA环节就到此结束了哦 如果说屏幕前的同学 有跟这位同学一模一样的问题的话呢 也希望你能从影片当中受到启发 好那如果说屏幕前有同学也想要投稿的话呢 也欢迎多多投稿哦 VBS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 我是你们的李坤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